欢迎收看老明的频道 有这样一个理论 世界的本质是一个个不确定性的漆黑的盒子 如果人类想要消除这种不确定性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获取盒子里的信息 1948年 信息论之父湘农给信息下了一个定义 他说信息的本质是消除不确定性的手段 什么叫信息可以消除不确定性呢 咱们来举几个例子 人类为什么那么想了解黑洞 就是因为黑洞隔绝了一切信息 它对宇宙会有什么影响 它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吗 要想排除这种疑问 就需要了解黑洞到底是什么 人类为什么要发明MRI 那是因为通过MRI 可以了解病灶的具体位置 以及损伤的大小 医生必须要消除未知 才能给出确切的治疗方案 我们为什么喜欢看新闻 那是因为新闻可以迅速的展示 世界上发生的大事 让我们在不确定的世界里 找到生存的办法 今天大家都有这种共识 谁的信息多 谁得到的信息快 谁就能够挣大钱 股市就是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地方 有的人消息灵通 能够预判股票的走势 所以就发了大财 这种预判有个专业的术语 就叫做基本面分析 大众传媒 互联网 移动通信 卫星技术 我们睁眼闭眼 接触到的一切 全部都与获取信息有关 信息传播 彻底改变了时空的范围 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但是这一切 是怎么开始的呢 有关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 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时间要回到1853年的年底 有一个年轻人 决定退隐江湖 享受生活 这个人叫塞勒斯菲尔德 你别看画像上 他满脸胡子 其实这一年 他才34岁 菲尔德因为造纸声音 发了大财 成为纽约社交圈的名流 他刚从南美洲探险回来 还带回了一只美洲豹 放在家里当猫养 有一天 有个急于拉投资的工程师 找到了菲尔德 他想修一条 从纽约到纽芬兰的电报线 当时从英国到美国 海船会在纽芬兰停脚 如果修一条电报线 纽约人就能提前好几天 知道英国方面的消息 尤其是股票市场的消息 信息就是大钱 工程师认为 这条线值得一赶 但是菲尔德不感兴趣 提前几天又能怎么着呢 为了提前几天 花那么多钱 不知道 所以他拒绝了工程师 投资的请求 但是接下来的日子 这个想法 一直在菲尔德的心头萦绕 突然有一天 他灵光一闪 为什么不直接修一条 从美国到英国的 跨洋电报线呢 这就不再仅仅是提前几天 而是提前了好几个星期 提前几个星期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能赚到数不完的钞票 菲尔德的小宇宙 被彻底激发了 要干就干票大的 他要把两个遥远的大陆 给连接起来 他要成为改变世界的那个人 后来有人评价菲尔德 为什么给自己 找了这么大的麻烦呢 就是因为他年轻 他不是技术人员 而且他根本就不懂电 用今天的话说 就是无知者无畏 但是历史非常奇妙 从那一刻起 菲尔德找到了 他的人生使命 而人类历史上 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也找到了一位 最佳的执行者 时间来到1854年1月 菲尔德开始给 跨洋电缆项目 筹集资金 他为人豪爽 在名流中间 口碑很好 关键是 他要干的事情 目标太胡大 这已经是 讲故事的天花板了 大家纷纷地 把钱拿出来 做风头 没过多久 他就筹到了 35万英镑的 启动资金 大概相当于 今天的1亿美元 谁也没想到 这35万英镑 最后连零头 都算不上 首先是造电缆 要连接两个大路 需要造多长的电缆呢 电缆超过了 4000公米 电缆要求 像钢丝一样结实 同时还要保持弹性 它要承受 大洋深处的压力 还要像丝线一样 能卷起来 它的表面 要防海水的腐蚀 还要求能够绝缘 在当时 这些技术要求之高 简直难以想象 菲尔德 就像是魔鬼附体 用超人的意志和体力 监督着每一项工作的推进 三年之后 电缆终于造好了 铜线的总长 超过了50万公里 长度可以环绕地球 12圈半 这是工业革命产生以后 人类最壮观的工程奇迹 其次需要解决运载工具问题 在当时 世界上没有一艘船 能够装下体积这样庞大的电缆 菲尔德就分别去说服英美两国政府 一个民营企业家 居然成功地让英美动用了两国最大的军舰 来帮忙辐射电缆 这两艘军舰就是英国的阿加门农号 总吨位3100吨 美国的尼亚加拉号 总吨位5200吨 每艘船上各装长度为2000公里的电缆线 这样就解决了一艘船装不下全部电缆的问题 现在万事俱备 成功似乎近在眼前 时间来到1857年8月5日 爱尔兰港口瓦伦丁人潮汹涌 人们纷纷赶来见证连接地球的伟大时刻 海湾里自发的聚集了100多艘船来送行 岸边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 场面异常的热烈 开始的一切似乎都很顺利 5天后 尼亚加拉号已经辐射了600公里的电缆 但是到了晚上 情况突然产生了变化 大洋的深度逐渐增加了 水深由152米增加到533米 水越深 电缆自身承受的拉力就越大 电缆制动力在不断地增加 先是900公斤 1150公斤 然后变成了1350公斤 1600公斤 凌晨3点45分 制动力急速上升 而制动器没能及时地松开电缆 电缆竟然被生生地沉断了 当时在英国监控电流的小佐 突然发现电流没了 就知道坏了 出事了 果然就在几天后 远征的队伍就灰溜溜地回到了英格兰 虽然董事会的态度很客气 但其实心里都或多或少地憋了气 他们埋怨这些科学家是干什么吃的 怎么早不想好这些工程上的细节呢 害得大家损失了这么多钱 当然 埋怨的最多的一定是项目的第一负责人 菲尔德 时间来到1858年6月10日 在等待了快一年后第二次跨洋电缆的辐射开始了 之所以要等一年最主要是因为天气的问题 要等到北大西洋温暖的时候才能工作 在这一年里 菲尔德组织专家设计了自动松缆器 这下子再也不怕电缆被拉断了 这一回出发与上一次截然不同 也不搞什么仪式了 完全是悄悄的出村了 但是他们谁也没有料到 1858年的那个夏天赶上了北大西洋 天气最糟糕的时候 船队出发没几天就遇到了风暴 在无休无止的巨浪中 英国军舰阿加门诺差一点就被风暴给掀翻了 风暴猛烈到什么程度呢 船上有一名水手居然被吓得神经失常了 风暴一直刮了十天 好不容易挨到风暴过去了 一看电缆线坏了 线完全乱成了一团 橡胶绝缘层全是划痕 有的已经裂开了 电缆的信号都没有了 还扑什么扑呢 第二次电缆辐射又失败了 这下子公司董事会彻底分裂为两派 副董事长立刻写了辞职信 并且要求把公司能卖的都卖了 也许还能收回一半的投资 人们开始形成了一种看法 这给菲尔德眼高手低 他不是什么天才 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狂徒 菲尔德顶住了所有的压力 毅然决然的准备第三次辐射工作 他除了撑下去也别无选择 但其实真正说服董事会的并不是菲尔德 而是另一个巨大的财富机会 这种变革是任何人都没有预想到的 电报技术居然促成了新闻行业的大繁荣 在电报出现以前 报纸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 主要写的是本地发生的事 受限于地理上的隔离 国际大师的报道总会延迟一段时间 电报则完全改变了这种局面 伦敦发生的事借助电报 在几分钟之内就能够传到欧洲的大部分地方 于是记者纷纷使用电报来发新闻稿 因为人类对信息的需求太强烈了 人们愿意为了新闻去买报纸 庞大的销售额足以覆盖昂贵的电报费 报纸就一步一步形成了跨区域 甚至是跨国家的机构 这就促成了报业托拉斯的产生 像英国的路透社 美国的美联社 都是在那个时代建立的 大西洋电报公司董事会逐渐取得了共识 既然信息就是财富 那么作为基础电信建设的跨洋电缆 就一定能挣大钱 所以董事会最终同意 孤注一掷 继续铺设电缆 时间来到1858年7月17日 就在第二次失败后 仅仅五个星期 菲尔德的船队 第三次离开了英国的港口 7月28日 两艘军舰在大西洋中间会合 对接了电缆 开始了辐射工作 麻烦始终如影随形 船没开几天 突然发现没有走直线 好像航线偏了 检查之后才搞明白 原来是电缆的铠甲产生了磁力 影响了船的罗盘 等于白开了好几天的路程 在这期间还遇到了另一次险情 有一艘渔船 不知道什么叫辐射电缆 居然要从电缆上开过去 紧急情况下 护卫船只能开炮示警 渔船吓得掉头就跑 这才保住了电缆 就这么磕磕绊绊 两艘船终于各自到达了终点 电报信号也能正常传递 大西洋海底电缆终于铺设成功了 消息一出 美国和欧洲都沸腾了 英国女王立刻通过电缆 向美国总统发去了祝贺电报 报纸也将大西洋海底电缆工程 形容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 菲尔德迎来了人生的巅峰时刻 他成为举世瞩目的科技英雄 被称为哥伦布之后最伟大的人类先驱 人们在纽约举办了盛大的宴会 还举办了一场花街游行 让菲尔德坐在第一辆车里 美国军舰尼亚加拉号的船长坐第二辆车 美国总统都只能坐在第三辆车里 所有的人都相信 因为菲尔德的壮举 地球很快就会被完全连接在一起 一个超空间的信息时代就要到来 这将成为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变革 但是很快灾难就降临了 归根到底还是技术的问题 因为跨扬电缆实在太长 超过了4000公里 而同导线的纯度又不够 要想维持正常的信号传输 就需要不断的提升电流强度 就会导致铜线和绝缘层熔断 一旦海水接触到导线 电流就无法传递了 得知电缆不能工作 媒体又出离愤怒了 前几天怎么把菲尔德捧到天上 现在就怎么把他踩到脚底 一系列阴谋论立刻出台 有人说他早就知道电报不行 但他为了让自己手里的股票出手 隐瞒了事情的真相 更有人说 女王的电报也是事先就写好的 从来没有经过海底电缆来传书 菲尔德被描述为一个世纪大骗子 精心设计了一场骗局 就是为了骗大家的钱 菲尔德不但一臭到底 还面临着破产的危险 要不是他在纽约的好朋友 买下了他所有的债务 他和他的家人 就会被人赶到大街上去 成为无家可归者 各路高人也纷纷现身说法 有人说 没有电报的时代不也挺好的吗 过去从英国写封信到印度 一来一回要两年的时间 也没见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发生啊 科技这种东西迟早会毁了人类 还是过去的慢生活好啊 那就叫做岁月静好 舆论场的一边倒 使菲尔德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但是谣言终究不是真实的 所有参与这件事的人都知道 菲尔德在这个项目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他们都同情并支持菲尔德 正是在他们的鼓励下 菲尔德重新振作起来 希望可以再次铺设跨洋电缆 时间来到1861年4月12日 南卡罗莱纳州的联邦军队遭到了南军的炮轰 美国南北战争正式打响 战争的到来对跨洋电缆项目是致命一击 在残酷的战争中保命是第一位的 谁还想着去连接大洋两岸呢 跨洋电缆的事就这样无限期的搁置了下来 在四年的南北战争中 菲尔德时刻没有忘记他的使命 他知道战争终会结束 但是人类科技的进步却永远不会停歇 他密切关注着电信领域的新发展 发电机的功率越来越大 电报器械越来越精密 电缆制作技术也越来越精良 菲尔德潜心研究新技术 他无比坚忍的勇气打动了很多与他合作的人 比如为菲尔德提供电缆的公司 就愿意为他提供资金 同时提供新设计的性能更好的电缆 条件是换取菲尔德手中的一部分股份 这说明他们非常看好这个项目 菲尔德立刻就同意了这个方案 时间来到1860年5月 南北战争刚刚结束一个月 菲尔德就正式宣布 他要继续铺设跨洋电缆 这一次承担电缆辐射的 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 大东方号 大东方号建长211米 排水量达到了惊人的32000吨 这一艘巨无霸 完全可以装下所有的电缆 大东方又是如何加入这次行动的呢 还是菲尔德 用自己的股份 置换了大东方号的使用权 他已经不在乎自己能挣到多少钱了 他只想完成这个特殊的使命 第四次辐射 一开始非常的顺利 但是航行了十天后 问题还是发生了 在一次修复有故障的电缆时 电缆居然脱扣了 整条电缆都划入了海底 人们想到了一个办法 用钢丝绳挂上挂钩去捞 没想到神奇地勾到了电缆 人们欣喜若狂 但是没多久就发现 钢丝绳根本拉不动电缆 最多一次将电缆拉起了260米 最终绳子还是断了 就这样 第四次大西洋电缆辐射还是失败了 奇怪的是 经历了这么多次失败 人们反而不再抱怨菲尔德了 大家纷纷说 如果电缆能够成功 完成这件事的人 只能是菲尔德 因为全世界没人比他更懂得 怎么铺海底电缆 也没有人比他更有决心 此时电信传播的时代 已经磅礴到来 每个大陆内部 都开始兴建起自己的电报网 人们对信息的渴望与日俱增 任何阻断信息流通的行为 都会遇见巨大的阻力 因为信息总会想方设法地传递 大西洋海底电缆必须建成 人们都在等待着菲尔德 再次起航 时间来到1866年7月13日 第五次跨大洋电缆肤射正式开始 菲尔德仍然延续了上次的全班人马 所有人都祈祷这一次能够成功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工作人员每天都处在高负荷的工作状态下 神经紧绷 从早到晚 大家的心里只有两个字 电缆 电缆 还是电缆 7月27日的这一天 纽芬兰岛风平浪静 天刚所小 菲尔德的船队出现在了地平线上 大东方号的身影在晨空中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他们终于横跨了整个大西洋 大东方的身后拖着一条3200公里长的电缆 正是这条电缆将新旧两个大陆第二次连接了起来 人们的欢庆还未开始 菲尔德的船队就转过身去 再次驶回茫茫的大海 他们把去年沉入海底的电缆勾了起来 并重新辐射成功 两条电缆可以同时工作 不但拓宽了信息传递的容量 也为重要信息的传送打了一个双保险 太平洋海底电缆工程终于成功了 从1853年 菲尔德决定铺设大西洋海底电缆 到1866年 辐射成功 菲尔德横跨大洋31次 整整用了13年的时光 刚开始的电报收费非常的昂贵 发送一个单词就需要10美元 一条电报最少也要100美元 但是正如人们所料 市场的需求太大了 无论价格多贵 人们也要使用跨洋电报 抢占信息的先机 虽然菲尔德的股份较开始 已经大大的缩水 但它也再次成为了大富豪 电报的巨额利润 刺激了全行业的大发展 1871年 澳洲与亚洲也铺设了海底电缆 中国 日本 新加坡 相继的并入了世界网络 到1902年 全球的网络都连接到了一起 从此地球有了一个共同的心跳 今天 信息的重要性早已经不言而喻 甚至评判文明程度都产生了一个标准 创造和传输的信息越多 这个文明的水平就越高 可以说信息技术的发展史 已经成为半部技术与商业进步的历史 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始发于那个从不惧怕失败 五次辐射大西洋海底电缆的菲尔德 1948年 相同的信息理论震动了世界 它给予人们一个全新的看待世界的视角 信息的本质是消除不确定性 所以人们天然的倾向于获取信息 信息应该平等的进行流通 从某种意义上说 任何阻碍信息流通的行为 都会促成科学上的倒退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聊